嗨 大家好 我是老游 你咋不说呢 小游 他们到这个学校来打会儿球 我们来操场走走路 这放假最近感恩节长假 这一天都在屋里待着 他们出来运动运动 放箭 楊阳 啊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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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 不打不打啦 他不打了 他们走了 你们去哪 就在这走 那我抱着篮球干啥 我放车里去 好 我们看谁走得快 你看人家黑人的体育咋好的 人家真是训练 这个大放假的 你看 这体育场里面 看到很多黑人的小孩 到这儿得跑步呢 就当我们中国的孩子 都在补课 学习文化课的时候 人家都在练体育 你知道 一个人家是天生 这个体质确实厉害 第二 人家也是训练锻炼 所以说花的经历不一样 他们都把精力花在玩体育上了 走了两圈 舒服多了 确实走走有用 有一个文位标志 带行道 这学校操场的一个入口 这就是学校的操场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累了 跑那么一会儿就累了 坐着跟东坑一样 缺盖 缺盖 缺盖的你吃盖片呢 那走不走了 走了几圈 现在吃晚饭去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 今天去吃个米线 我们去亚洲城吃米线去 好吧 出发 走啦 他帮我们导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了 他没让我们走防止 这本车还挺多 生态树都已经装上了 你看 啊 这个就是上课的地方 是吧 前面上高速了 相待高峰了 几点了 5点钟 告诉他车好多 平时都没那么多车 加油站 油多少钱现在 没看着 2块8毛9 便宜 我们的HEB是2块7毛多 这还算贵的呢 到了亚洲 这亚洲城已经把圣诞树 圣诞路也装上了 你看 看见中国字了 前面这是一个休斯顿大学 这一个叫什么分校 休斯顿大学的一个分校 这门口啊 看过桥米线 10秒到 这个叫什么 博尔茶铺 是奶茶店吧 这个呢 小熊川菜啊 你上次就在这也要买的是吧 这家川菜听说挺好吃的 听说我们老吃 听我老婆说挺好吃的 哈哈哈哈 到了 哎呀 二宝都饿了 哪个门没关呢 那你多多吃点 啊 走 一锅煮了 吃啥 你们俩吃那个就是煮好的 对 他俩都吃煮好的 他这里面都有汤 大排这是 这是肥牛 哎 大排不是根根的吗 这是我的 我们俩自己像 看着不错 先放肉是吧 先放肉是吧 很快就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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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二宝吃真饿了 吃真饿了 哥哥吃的还比较文雅 比较是狼吞虎烟了 好吃吗 嗯 你们爱吃这个米线吗 吃完了 太热了 衣服都不穿了 热了 哎呀 天黑了 你看吃完 啊 从白天吃到晚上了 晚点吃宝贝 啊 真是下雨了 走路走路 回家去走吧 你别想上车你想干啥 天黑的是早 六点不到天就黑了 现在老调这时间干啥 这边晚上 现在还其实还不算晚上 应该算是傍晚 这个是什么 Red Lobby 是啊 是个汉堡店 这边大部分都是汉堡店 这也是个汉堡店吧 炸鸡店 这边是个红绿灯 然后在下里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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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